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四大重画区我们是不是要好好比一比 我们到底要怎么学 好 我跟主持人跟观众朋友一夜来细数跟报告 我们从新庄的四大重画区来大PK 那也跟观众朋友来报告 你喜欢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来跟你们报告 我们先从头前重画区来 头前重画区它的占地大概将近50公顷左右 那新庄复读性大概占地大概100公顷左右 也就是说新庄复读性大概是头前重画区的两倍多 两倍大 两倍大 应该这样讲 那复读性跟头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形态 心中复读性是当初政府在做这个重画区的时候 它是主要是把经济 政治 文化把它放进去 重点是要发展经济 所以复读性是商业区多 住宅区少 复读性是这样 复读性只有20%的住宅区 可是它当初会叫复读性是不是因为新北市政府呢 一部分的办公室要移到哪里 主要是行政院的第二办公室 把劳动部啊 文化部啊 包括 这不是新北市行政院 行政院又更高等级了 行政院的部分部会要移到哪里 移到这边 那到底有没有移去 有移去了已经开始上班了 就是劳动部文化部这些 这样才会叫复读性 是是是 那它最主要叫复读性的逻辑 除了中央合署办公室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这个 这个中央合署办公室以外 还有一个叫国家 国家艺术中心 国家艺术中心 国家电影文化中心 对不起 国家电影文化中心 它最主要是想要把未来的这个 盖两颗小巨蛋 未来要把金钟奖金马奖落在这边 可是现在只有盖了一个资料馆里头 要做所有电影文化的记录保存 目前是这样 那工程还没有开始进行 那将来会做吗 将来会做 那将来那个小巨蛋 又不是只有金钟奖金马奖才用吗 那品尝要做什么呢 基本上是文化部在规划使用 会跟文创相关 电影相关来做一个规划 所以当初在做复读性的最主要是要 所以我们将会到那地方去看电影 现在就可以了 现在有美丽星影城 但是我是说那个艺术中心 将来我们会到那地方去看舞台剧 或 歌展戏 或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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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将来那个地方会盖也是了 是 那复读性跟头衔不一样 是复读性只有20%的住宅区 头衔是80%的住宅区 所以复读性是以经济为主 所以我们这样讲 政经中心啊 复读性是政经中心 跟观众朋友这样报告好了 新庄四大重画区 大哥是新庄复读性的 哦 大哥 因为大哥 所以 所有的重画区都是围着大哥而生的 那大哥就会比较贵 大哥是最贵 最贵最贵 对 可是大哥现在有个问题 因为 重画区三个阶段 长草 长房子 长生活机能 大哥在从长草到长房子的这个阶段 因为遇到经济不景气啊 打房啊 因为震荡 所以大哥在长房子的阶段 受到感冒了 风寒了 长比较慢了 有点瘦身了 所以房子长比较慢 我们喜欢 所以现在变成是二哥 二哥是头衔重画区吗 是 头衔重画区呢 房价追上来了 对 因为他从长草到长房子 到长生活机能 他没有受到怠慢 他就一直吃一直吃 所以现在二哥的房价 已经超越大哥了 超越了吗 超越 我跟 大哥这样还蛮委屈的呀 委屈多了 超越了啊 昨天 就在昨天 自由时报 刊了一篇 A3捷运站房价正式站上六字头 所以二哥已经站上六字头了 对 那傅都心现在在 现在还是落在五到六字头之间 五准备攻六 现在新的案子出来都六了 我说旧的案子还有五字头 那我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 我就去查一下实价 诶 还真的呢 在头衔重画区A3站旁边 就有两个案子 一个是豪宅建商 国美盖的叫国美清月 那国美本来就很贵 它都买五十八到六十二三 所以正式站上六字头 而且约头都买得很漂亮很好的 都很漂亮 那真的六字头呢 那除了国美以外 旁边还有叫幸福浦原 浦原盖的 浦原 那也都六字头 实际上也都六字头 而且卖完了 所以 这件事情就代表说 头衔重画区二哥 那个价位市场是接受的 而且有占完 然后都卖完了 那个幸福浦原 他也已经卖完了 国美清月快卖完了 快卖完了 那这是二哥嘛 那大哥呢 从今年开始出来的房价 已经重新站回六字头 重新站回六字头 就是他如果再不站回六字头 那个大哥的位置 就要被人家拿走了 对 是没有道理 因为新中复路心 过去是因为商办发展的比较慢 这几年刚刚如同文森说的 在新中复路心 有很多商办的总部都进来了 我知道你住在那里 你一定是对他有特别深的感情 我每天在那里看土地啊 看建栏 所以我对那里是很熟悉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房价是完蛋了 以复杜星来说是这样 以复杜星来说 因为我们还是要回来提一下复杜星 因为他是大哥 我们快一点提 复杜星大哥他为什么离开 因为他除了刚刚谈的很多的商办 持续进驻以外 最重要他企业总部都进来了 包含中越的企业总部 中越 是盖房子那个中越吗 盖房子的中越 利保的企业总部 盖房子的利保 包括404科技的企业总部 上市公司电子业的 然后包含纺织股王如虹 如虹啊 哎呀如虹厉害啊 然后包括中越最近移居到新庄的广宝科 广宝科技的总部也 也到那里去了 也移过来这边了 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刚刚文真提到 台通光电影是大的公司 包括柯定做木地板的 包括下支的企业总部 全部通通在在复杜星旁边的 新北产业区都进驻了 所以复杜星从现在开始 到未来五年之后 四五年之后的风貌不一样 所有的大型的商班都进来 商业精人都进来 所以复杜星终将重返大哥的位置 好 那也请文真来谈一下 这样听起来 新北知识产业园区跟复杜星很近是吧 是 就在旁边吗 就在旁边 好 那来讲一下 知识产业园区 知识产业园区它的发展其实是比较晚的 因为它是 应该是说复杜星它这边都已经规划完 就是你刚刚讲的 五股先发展 对 五股先发展 后来五股挤不下他们就跑去 对 然后像这个新北知识产业园区 大概是在民国105年的时候 才整个规划结束 然后地就开始卖了嘛 这才会有 那地园区有一般住宅吗 还是它主要还是以上半为主 它主要的话 它的土地里面 其实住宅区是相对少的 因为它要发展产业为主 所以它比较多的地 是属于产业专用区比较多 就到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夏孜 柯定 什么台通光电 他们就是当初去买了 这种产业专用区 然后盖那种立体化的厂房 厂办 立体化的厂办 在里面做办公室或研发使用 那在这个新北 新北知识产业园区里面 它比较靠近这个A3站 这边一个廊带 它主要都是做商业区 有所谓的第一种商业区 第二种商业区 那它的商业 第一种跟第二种的差别 它的定位又不太一样 当然最好一开始的规划就是 大家全部都做商业使用嘛 不然这边这么多上班的人口 也没有个百货 然后也没有地方办公 所以它当初的商业区规划呢 是当然是希望你做商业使用 办公室啊 百货啊 或是旅馆这些都OK 那在商业的部分的话 它原则上是可以做一些住宅的 所以有一些案子 这里头有一些住宅 对 商业的部分它有规定 比如说你在三楼以下 你是要做商场使用 因为你还是要提供生活机能嘛 那三楼以上你是可以做住宅的 可是呢它有一部分的商业的土地 它就是比较严格的 你是不能做任何的住宅的 你必须要做商业使用 所以那边的住宅一定很少 对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其实就看整个圆区来讲 因为说实在一个圆区的发展 我们当然不希望它的住宅的量 是全部都变成住宅 那就没有 那就不叫圆区 就没有递给 这况下如果去买圆区 它应该是叫投资 主要是要投资商办 对 想投资商办的人才会去买圆区吗 对 然后所以像它旁边的 这种第二种商业区 目前都还没有规划啦 那当然未来这些地 因为它们在土地的使用管制上面很严格嘛 你不能做住宅 所以想必未来一定是盖这种大型的商业设施 可能 不管是说 我再盖第二个百货公司也好 毕竟新庄刚刚賴董讲了 新庄市 新北市里面 人口是非常多第二名的 那再多给它一个百货公司 应该也不过分 应该还需要在一个百货商场的 加上说未来这边也有很多的案子 不管是办公大楼案也好 其实我是觉得 现在你去那边看 你可能会觉得 这边新北 这是 我上个礼拜才去啦 其实你去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呦都还是工地围起来 什么都看不到 就那个进住率还没有 因为它们都还在挖 有些都还在挖地下室 才刚动工而已 对 所以不过呢 你在三年后再去看 一定长不一样 有再挖就有希望了 他们就盖起来了 很快就要长房子了 很快就要长房子了 当然要买在挖的时候啊 长出来之后那就贵啦 对我补充刚刚文真所谈的 新北知识产业园其实是一个 大家过去比较忽略的一个地方 那刚刚除了文真刚提到的 所有的产业进住以外 刚刚他 我呼应他刚所讲的 商一的 那里有商一跟商二 商一的土地是可以拿来做住宅 三楼一下做商业 三楼以上做住宅 可是很少 很少 非常少 那里大概10%到15% 才是商一的土地 那目前也只有两个建商在推 一个是新润的墨内花园 一个是海盐的A3光点 就只有这两个案子 那这两个案子推完之后呢 那他其实下面都做商场 然后上面做房 三楼以上都做商业使用 三楼以上做住宅 所以这一区的住宅 我个人预估应该会蛮热门 按下爱心 存下你喜欢的物件 降价马上通知你 找到你想要的房子 都在聪明买好房 操盘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 打开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